几百年前 迦南平原因为地形 在雨季时会形成许多的沼泽湿地 是适合我们猪罗树挖居住的 那时候住得很舒适呢 但我们喜欢的环境对人类来说 就不是那么舒服 一盐水就很麻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开始进行防洪诊治 像我住的云林大湖口溪就是这样 但工程开始 我们的烦恼也来了 担心住的地方会受影响 为了生存 只好踏上找寻新家之旅 等等猪罗树挖 请放心 在进行水利工程的同时 也会兼顾生态保育 顾及到你们族群的居住权利 什么 和穿整治也可以不用搬家 为了保护你们的家 施工前邀请生态的专业人员 环境团体 一同协助收集当地的生态资讯 将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里 工程也都采用自然的生态工法 努力让生态环境受到最少的冲击 原来还有这么友善的做法呀 不只这样 邀请民众参与说明会 请听建言 适度修正内容 让治水工程更加完善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耶 体顶附近也种了四千多株的乌壳绿竹 来赋予你们适合的居住环境 四千多株 我们的家变得更漂亮了耶 原来我们不用离开家 也能有更好的居住环境耶 现在我不再出门旅行了 因为这里就是最美丽的风景了 前瞻水环境计划 秉持生态保育的精神 在水力整治工程中 持续推动生态检核机制 朝着清水永续的水环境前进 前瞻水环境 建设未来生态永续